主任要求你 你先不允許你 你不允許我 除科長我們公司的項目 能通過什麼 嗯哎現在也 你們那個項目污染太大 對中國的農業有巨大的影響 怕是 不惜男人 可不能說不行啊 盛小姐 这 楚科长 我的筷子掉了 你能帮我剪一下吗 好 五单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 小陈子小陈子 那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帮替公主洗澡去 我靠 老子这是穿越了 想不到 我堂堂江城古巨鸡 竟然穿越成了太监 太监 还好还好 家户事还在 无数八道些什么呢 耽误了七公主洗澡 小心你的脑袋 公主洗澡 这个是好柴事啊 哎 公公我这就去这就去 这可是你表现的好机会 日后要是富贵了 可别忘了咱家 哎哎哎这这边 好 我靠 这脸的这身材 简直也太极品了吧 一会第二天 你可千万不能行啊 放肆 公主你怎么了 这个奴才好大的胆子 竟敢偷看本公主洗澡 请公主说这 小的真的没有偷看 我是在思考直播良策 你一个奴才 连字都不认识吧 还思考什么国策 小的 小的本是书香世家 家里遭了大难 才来当太监 书香世家 那好 那你跟本公主说说 你刚才都思考些什么了 好在我是历史学博士 各种国策早就被的滚瓜烂熟 这对我来说 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目前我东周强迪环绕 尤其呢三番五次挑衅我国边界 实乃我东周 你心自大 这一点世人皆知 何必你说 公主天下您先别急 听小的呀给你慢慢倒完 如果陈一时之快贸然进攻的话 我东周将会面临四面为敌之境 所以呀小的有两个策略 这第一个就是高筑强往积粮 涛光养晦积取实力 待天下有变之时 就可拿出第二个策略 远交进攻 集中优势兵力逐个击破 这样才成为上 没有想到你一个小太监 还挺有才的嘛 公主殿下我真的没有骗你 好 你不用死了 戴下去 挖去双眼 公主殿下 您是饶了我不死的 怎么能言而无信呢 我只说饶你不死 但是活最难逃 你放心 他们的技术很好的 绝对不会让你有淡点痛苦 羡慕了 你没羡慕是你 你说什么 陛下讨议 明日南梁使团要入东周 鄙视诗词 陛下让我通知西公主 准时报告 南梁使团 他们早就对我东周虎视眈眈 这次怕是来者不善了 可不是吗 南梁这次让我们拿荆州当赌注 如果我们输了 就滚手让人了 南梁的温风远在我东周之上 东周这次怕是再前难逃了 这诗词歌布也是我最擅长的 公主 这小太监颇有才华 不如我们再信的一记 那就把他先关起来 明日一同前去 你这个小太监 模样倒是挺俊强 竟然还有几分男人吗 这皇宫里一个男人都没有 把你当成男人看 也还不错 只不过我救得了你一时 却救不了你一时 小的谢谢金敏监 这次救命之安 小的如果这次侥幸不死 以后一定好好把他接见 你一个小太监 就算你再怎么叫什么 也终究不是个男人 我这不是还有手吗 你小别 你把我把他伤害一下 糟了 二弟怎么这个时候行 没什么 给我开来 你干嘛 别动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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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队网门有事 你给我等着 下次 我一定要查清楚 还差 这么阉阁的男人 竟得暴況 这个虾头打 那就不要 对不起 对不起 吃酒一毛 我去 天无绝人之物 这是绝世神功 缩扬入腹 还好 这下有酒吧 小人家 糟了 我还没练完呢 出来吧 能不能裹面 就看你的表现了 嗯能在这边吗 你还敢讨价还价 坐着 啊 走 拜见母后 我靠这么漂亮 你才是风鸣牛腿呀 如果你们东周对不上这首诗 那金海关 就是我们男粮子吧 中外天可有粮克 肯定想办法 行了 我恕你不醉 恕就去见一位平衡 哎呀 啊你 你什么 想活就快点想办法 等等等等 我想 现在就想 不给我题目 我怎么知道 是一首关于边赛的诗文 不可 你笑什么笑 你行不行 公主放心 就这种垃圾诗文都能上 我让他们呀 看看什么才叫做真正的诗文 既然如此 那就 母后 儿臣做了一首编赛事 哼 只听说七公主会五刀弄棒 没想到还会做事啊 我还以为七公主 不识字呢 给我听好了 秦时明月 汉时观 万里长征 人未还 但是龙城非将在 如叫狐马 渡樱山 妙 这是妙 承让了 那请问太子 你们的临江城 是不是应该献给我东周了 这首诗虽然 但也不能完全胜过我的诗 只能说 哪个平时 哈哈哈哈 啊 七公主的诗和胡大人的诗 我这种之间 难分高下 算不得赢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谁输谁赢 你们还偏偏说难分高下 我看你们男良 还真的是够不严无耻的 七公主 大家都是私为人 你怎么能报书筒呢 你们老夫看 文斗想要分胜子 最好的方法就是对对子 我们各自出上年 然后对下一 对不出的一方 则算负 胡天秋有个外号 叫做对王之王对穿肠 天底下没有人对过他 真是怕什么懒生 哎呀 这可如何是好啊 是啊 这如何是好 这人很厉害嘛 胡天秋 是南辽有名的大学士 曾经在越洋楼上和人对对子 把那个书生 对得吐血 最后就投降自尽了 看得出来还确实挺厉害的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笑得出来 我不管 今天必须赢 要不然 我就把你拎起床 你什么你 你到底行不行 当然行 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说 男人 你不笑 你不错 女帝 我看你们东周 气数已尽 我劝你们 还是快点认输 省得丢脸 亏我们南辽 还曾把你们东周 视为对子 可现如今看 实在太让人失望了 偌大一个东周 竟然无一人敢应战 胡大人说的没错 你们东周 要是有人 就给我站出来 你一个小太监 这是你能待的地方吗 赶紧你给我滚蛋 我怎么不能待在这 我今天出来 就是要杀一杀 你们南辽的威风 这个小太监是谁 是啊 怎么从未见过此人 胡千秋 可是南辽名士 我东周不知道 有多少问人 甘拜下风 这个小太监 上来逞什么能 你一个太监 还想和胡大人比试 说你们东周无人 我真没有说错 对付这个糟老头子 都用不着其他人出法 我一个太监 足以言 刚刚七公主那首诗 果然是此人所作 她敢站出来 想必多少有些了 上次 竟敢对老夫冲然个顺 你不服是吧 那就挂上白铃 谁出谁上吊 没见大 怎么可能跟你 区区一个小太监比试 你要是怕输就直输 我说啊 何必找那么多冠冕堂皇的结合 连我一个小太监 都不敢逼 你们还是乖乖把林江春叫出来 你 黄口小儿 欺人太甚 来了 给我挂白铃 小太监 你给我听好吗 两缘节目 深山中 看小猴子 如何对击 公主 这个太调风了吧 确实 这的确有难度 确有何难 一马生陷泥潭里 问老畜生 如何出题 算你小子走运 水不火宅 金丝空 大兴土木 男人北向 中书军 什么东西 我上等威风 显现一身虎胆 你 你卑鄙下流 露出半个 龟头 如画 你绷不赢 虎不孝 小小太监 可笑可笑 鸡帮里 车无轮 马无疆 小生老贼 低谎低谎 地位宣之 何为目 小小太监 也敢话 烟为其盘 新作子 追求老狗 也能下 庙 真是绝庙 没想到 你个家伙 还挺厉害的 公主 你今天会夸人 我没有 是你听错了 你 性格 老老狗 我可没有 我只是在和你玩 文字切割 谁要玩 网外人三号 你要拿脑袋鞋 本公主还是第一次见 自己找骂的 赶紧 十多次 行 那你可要听好了 一乡二里 共三夫子 十四书 五星六义 竟敢叫七八九子 十分大胆 游大师 你想好了没有 我整个花都感谢了 游大人 你要是主动认输的话 本公主可以准你头疆 就不用挂在这里 实在是不好看 游大人 你赶紧对呀 太子殿下 这对人实在太调穿了 我已经对你不上了 能主动承认输输了 也算是一种魄力了 其实嘛 三群点 就算你们先赢去 最爱 什么叫做算我赢 赢就是赢了 输就是输了 当然那人输你之后立马投降自信 你还在这角度 你是个老贼 怎么这么不要脸 我还真是从未见过如此后延误之神 你个太子 这刚二十五万年轻 我把你怎么了 我已经老不尊的东西 玩不起就别玩 那男人是和你 快去吧 老贼 这对对子本来就是为了消遣的作恶 胡大学士竟然对到口头鲜血 还真是空前绝后 挣五汉金哪 在下实在配 配过 来人呐 传太医给胡大人看看 别气死 不必了 我们有自己的水晶医生 你们已经输了 快把林郑城教出来 刚才只是文斗 我们还有武斗 成天太 成正 成天太 为了我天下第一武士的成天太 你的死太监 刚才不是很牛逼吗 有本事再来斗一场 少城前 你还要不要脸啊 你这 分明就是在欺负人啊 怕了 你的死太监 只会躲在女人身后 算什么本事 你想怎么比 简单 二人上那台 谁先落下 算谁输 我一个掌握科学的现代人 还怕你一个什么都不拥的莽夫 看我怎么受伤 没问题 我答应你 小陈子 你疯了 这奔雷守成天太 可是能在万军之中 取上将手机 在战场中 可是以一敌百的存在 你要是上去 会被撕成碎片的 陛下 此事事惯我都诛成耻 万万不可冒险啊 是啊 别啊 让一个太监 和天下第一勇士比武 这无以鱼卵即使啊 不用怕 齐须一戒匹夫 看我怎么收拾他 你当真有把握 陈若败 甘愿被砍下领头 老是要这小知识 放心吧 太子殿下 属下一定会将他的骨头 一钢一根打断 直到得罪男良的家床 此地又被他们带了 带是带了 可是有什么用呀 你待会状怨会被打死吧 带了就好 看我怎么想去 今天就让你尝尝小爷 弃功的力 公主 小绳子不会被打死吧 是呀 小绳子他也太冲动了 我准备了一块白布 来会小绳子要是快不行了 就把白布扔上去 投降 老屁的气功 老是马上送你电眼吧 你不是很厉害吗 你放马过来啊 你他妈快上个 同性僵持 异性相信 你再厉害还能违背科学 这你干嘛叫陈天来是吧 那你是万夫主任是吧 太好了太好了 小绳子竟然赢了 对呀 小绳子竟然赢了 这小绳子太厉害了 难道他真是个男人 不行 老师后 我来亲自验证一下 不要迷人哥 哥只是个传说 太子殿下 你们男良 该把林江泉交出来了吧 太子殿下 你们男良 该把林江泉交出来了吧 此事干系重大 我要比辩父皇再说 没比辩父皇再说 你们男良后来 别还真是一个男人 一个个都能不要 姐 你的死太监 就在污温上 找此啊 请女帝将此类交出 她犹如我男良 我要将她千高万寡 这是我们东周的太监 轮不到你们男良的人来教训 况且 本就是你们赌约输了 林江城 理应交由我们 林江城就在那 有本事 你们自己去拿 陛下 小太监 你表现不错 你叫什么 小的名叫小辰子 你今天可是立了大功 朕决定封你为太监总管 多谢陛下 公主 公主 谁啊 小辰子 今日在御花园对师的时候 你说你顺懒 你刚做 我刚进身不久 说顺嘴了 说顺嘴了 那我刚刚摸到的是什么 听我解释的 有什么好解释的 今天作人本身不快看 你的问题有多大 啊 啊 你还真是个太监 那我那会摸到的是什么啊 哈哈 还真修炼成功了 那你吃这个 这萝卜 你放了萝卜干什么 你们当公主的自然不知道我们这些当下人的心 晚上饿了是很难受的 所以偷偷藏点东西用来冲击 真可惜 我还以为你不是太监呢 那如果不是太监 公主想和我干什么 当然是搁下来 给我的宠物当零食了 行了 不逗你了 采放 把它带下去弄一点吃的 顺便 把太监总管的职务交接一下 好 跟我走吧 小天子 没想到你这么厉害 以后有女弟和公主给你盛养 你在皇宫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 真的想干什么都可以 你对小太监 你还能干什么 跟我来你就知道了 啊 老陈拜见少主 小太监总 住小太监 住小太监 永不住小太监 你快跑 我来打住这么南梁的狗贼 快乔 小太监 快走啊 快走啊 原来我穿越城南梁大将军之词 当初一家被南梁所杀 是林湛凭死救我逃出重围 你是宠家护卫军统领林湛 林湛 快起来 少主这次因祸得福 老主人的大仇 总算有望报了 少主 老臣现在的精神老做事 特意帮你保住了命根 趁他们现在堪管不严 咱们赶紧逃出黄宫吧 既然我用了你的替身 这大仇就由我来帮你报吧 林湛 不用了 我学了一种秘书 可以缩扬入腹 而且我现在留在公里 可以更好地利用东周的自成 这东周女帝 可是有名的霸道君王 他岂能轻易任人摆布啊 闪人自有妙气 您就想好吧 可是主总管 女帝毕业叫您大殿一事 对 知道了 丁叔 以后您还是叫我出身吧 别叫我出身 人的被人发现 是 南梁欺人太甚 不报此仇 我东中颜娘何存 闯主 皮下为什么深处他气 还不是因为林江城的事情 之前南梁输了笔事 林医把林江城交出 谁知我国派军去接收的时候 对方非但不给 而且还发起了进攻 我军大将 玉蚩老将军身受重伤 现在已经奄奄一息了 南梁这帮杂子 还真是不要了 陛下 老臣有出陛下的威名 请陛下辞罪 王医官 玉蚩老将军情况怎么样 提醒陛下 玉蚩老将军的大腿伤得太重 若是想保住性命 正好是锯定 不是有金创药吗 玉蚩老将军的伤口太大 而且已经感染化农 目前最好的方法 就是赶紧锯定 这样 可能会有一线生计 不可 玉蚩老将军是我朝大将 若是没了双腿 将来还如何捅军呢 神界法佛 守之父母 如何要去掉老臣的双腿 老臣也会去死 老将军 可是要任由双腿伤口腐烂 到最后 他一定会有性命之忧了 没有 或计玉蚩将军不用去掉 王神医可是皇宫内有名的大夫 你就别添乱了 你一个太监也等医书 从古至今 如此严重的伤口 唯一的办法 就是把腿锯掉 我真的有办法 无非就是伤口发炎 只需要弄点青梅素就能搞定了 笑 本官行医几十歳 从未出过他所 你在这里指手画脚 难道你的医术 要比本官的够吗 你自己治不好 凭什么认为我也很行 你够了啊 小神子 你现在立马跟王神医道歉 医书将军 我这有一个法子 能保住您的双管 您是不愿意医生 真的 真的 事业之死 这你司马到我唯一了 陛下 老陈愿意医生 如果失败再锯掉也不迟 老将军 您怎么能听信一个太监的胡言乱语 现在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要不就还是小神子说的办法 不不不 你怎么也对这个太监所鼓 难道您忘了 几十年前的太监乱政了吗 好 楚总管 这事你要是做不好 那可是欺君之罪 可是要掉脑袋的 陛下 奴才在此立下军力壮 奴才要是失败了 甘愿把人头 献给王医官 那好 朕就让你一事 谢陛下 你们一个太监要是能治好 我就立马我 我我的道理吃食拜以为师 行 这可是你说的啊 要是治不好 这很是欺君之罪 你就等着掉脑袋吧 小神子 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了 放心吧 我先不保证 陛下 能否为奴才准备一些 发霉的水火坡馒头 你要这些干什么 就是你的东西 与众 我到此要看看 你是怎么治 啊 啊 啊 小臣子 你到底行不行呀 不是治不好的话 吓得吓得我 刚才这老张医品的注入了清明醋 现在就上缝合就好了 王口小儿不得天高 你用针线缝合的方法 虽然可以封住伤口 但是想消除老将军体内的炎症 那是人说吗 陛下 如再放任这小太监胡作非为 恐怕要为老将军准备后事了呀 陛下 行以欺君之罪 丢杀死人 还是不行吗 午后 你就看待 小臣子他也是好心 说他无罪吧 我说你个臭医生 你还好说自己是名医呢 你看了病人情况没 中医讲究的是望闻问切 你看都没看张嘴就胡来 救你这水 你赶紧回家活泥吧 吼你个牙尖嘴力的小太监 我就让你心腹狗活 如此病症为由 大宝没事 卖成如此病症 怎么样 永依 现在还要让陛下 砍掉我的脑袋呢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病是你是掌什么要素 难道 真的让你用几个破馒头 还有水果就治好了 这个是禽盟素 是我最新提取的药物 不但能消炎抗菌 而且提取方式简单 易于保存 是居家旅行 必备之良药 有了死物 以后再也不用怕发言了 哎呀 没想到楚中管 会有如此神物 之前都有误会 您才是当事名医啊 在下 甘拜下风 师父在上 请说 王医官 你快快请起 我哪是什么当事神医啊 就是碰巧研发了这个药物 我现在就把方法交给你 咱们以后全军中的战士们呀 就再也不会发言了 楚中管 真是在世的活脾子 哎 没有 我代表 全军将士 感谢你 哎哎哎哎 你不又跪了呀 哎呀 你呀还是赶紧回去制作青霉素吧 争取让咱们前线的战士们康复 然后好再次讨伐的人啊 是 哈哈哈哈 医生老师也醒了 哦 我这腿保住了 啊对保住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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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东管 哎 我于这封啊 欠了一万条命 请说老夫一脉 哎 哎 哎 一句是老将军 您跟伤成这样 还是赶紧回府休息吧 王医官 带大将军先回去休息 谢谢 没看出来呀 小辰子 你还能发明这么多玩意儿 依我看呀 你的能力 当一个公布尚书 完全没有问题啊 七公主所言极是 现在 公布尚书一职暂有空缺 楚总管又立大功 依我看 这公布尚书一职 就用楚总管先担任 陛下万万不可 尚书 乃朝廷要准 怎么让我太监来担任 这又是谁啊 这是东周的大将军 雷千决 他一直想安排自己的儿子进攻布尚书 原来是怕我抢了他儿子的问题 如果让一个太监担任尚书一职 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我东周无人吗 陛下 这个先例万万不能开啊 还请陛下三思 我东周向来为财事局 哼 就因为楚总管是一个太监 就白白浪费一个人才吗 公主殿下 我知道 你一直想把自己的人安插进潮水 可却选了个太监 你的眼光为美人太差了吧 雷千决 你血口喷人 楚从冠 财高八斗 履厉大功 我举药 我举药他完全是为了我东周 不像你啊 你三番五次的举药自己的儿子 我看你才是个私心的啊 你 你 够了 吵吵闹到成何体统 楚总管 我们东周为财事局 既然有人提出质疑 朕也不能做事不管 为了公平起见 就先让你担任代理公主上书一职 如果你做的不称职 那就自己卸任 谢陛下 微臣一定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又生瓜了 小姚我明明可以靠颜值 非要靠残活 阿感恩陛下 如何判定楚总管是否称职 陈建议设下考核目标 若是楚总管完成不了 那就是新军之队 此法 甚好 恰好一直一个问题 困扰公共多年 那就是天火局常年干旱 每逢旱季 不少百姓 因为缺水而丧命 如果楚总管真有能耐 想必这个问题 应该给难过到底吧 好 原来是因为路途险恶 加上河水有局 那我就有办法 就这点小事 没问题 楚总管真是好气魄 我相信这次也能创造无尽 好 既然楚总管都是没问题 那就按照雷大将军说的吧 等等 母后 天火郡的问题 一直困扰了我东周多年 前几人公布上书 都束手无策 况且楚总管他还是一个新人 他 倒是雷大将军 我看你分明就是故意刁难 那可是楚总管自个儿答应的 我可没逼他 雷大将军 您就看好 事情调查的怎么样了 启禀陛下 楚大人确实是被卖到进身房的 至于其他一切不可查 不过他和进身房的灵战关系很密切 而这灵战曾经是南梁大将军 楚天龙的护卫总管 当年 楚天龙被南梁皇帝满门抄斩 只有其四子的尸首迟迟没有找到 如果没有猜错 此子应该就是楚辰 什么 敌国人或如后宫 属下这就去长了他的狗头 先别急 他现在对我们还有利用价值 等榨干了再杀也不止 小陈子 你怎么还有心思弄这些没用的东西 要是没有完成任务 你会想掉脑袋了 早就跟你说了不要弄这些东西 天火郡的问题 你到底想出办法没有 我早就想好计策 什么计策 说给我听听 你们看 天火郡向东二十里有一条河水 常常有水用水 你不会是想打曼陀罗河的主意吧 先不说道路险恶 每年都有百姓坠落山崖 而且那河水里好像有剧毒 河湖的百姓无一例外全部身亡 小陈子 如果你想用曼陀罗的水来通过考核 首先就过不了我这关 我作为东州的公主 不可能让你拿百姓的生命来开玩笑的 小陈子 实在不行 这考核就算了吧 你已经很厉害了 这样你们就有所不知 这水里之所以有毒 是因为水里含有大量的有毒物质和水吸虫 主要我们利用好过滤技术和水车的打造机水 将有毒物质去除 它就变成有毒物货水 若再真到这样 那天回去的老百姓就再不潜水了 是呀 小陈子 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连这个办法都能想到 你等着 我现在立马去找人把满陀罗的水给你运过来 好 走 启禀陛下 微臣已将天火菌的用水问题全部解决 可能 天火菌的问题持续上百年 你们这太监 明天怎么可能解决 陛下 臣觉得 楚臣外有亲信之罪 必须严惩 以尽效用 陛下 雷大将军雷先决恶意诽谤 陷害忠良 还请陛下明朝 陛下 这楚山饶着朝堂 心情往上 应该马上拿下 退机去 母后 楚总管通过开拓渠道 水车运输的方法 成功将曼陀罗的河水引入了天火郡 请母后明见 那里道路崎岖 运输极难 楚尚书还有这本事 让寡人看看 此物竟然如此神奇 陛下 有了此物 再也不用担心运水的问题 从而彻底杜绝百姓因为运水 而坠下悬崖的可能 你好大的胆子 众人皆知 曼陀罗河水还有这种 每年因此河水而死的百姓 不计其数 温明 就是独立罗派来的奸行 故意害我们东州子民 曼陀罗河里的河水确实是有毒 不过我通过过滤进化的一系列手段 彻底将河里的有毒物质和血液蟲去除了 现在已经和普通水 我不信 除非你的技术 一无一失的全都交代出来 除非我当众说出来 岂不是要被敌军听到的 雷大将军 你不会是要自己判我吧 你 你虚口碰人 你虚口碰人 送陛下明鉴 那好 楚城又立大功 朕现在立刻宣布 楚城担任公布尚书一职 谢陛下 上书大人 这是您之前要的东西已经制作完毕 请你供应 很好 吩咐公布继续生产 危险 你要干什么 来人 有人要刺杀 你叫破嗓子也没有用 我早就把周围的人支开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要不是你从中作稿 临江城 早就是我们南梁的 今日 我就为南梁除害 小陈总 小陈总 你没事吧 真没想 他居然是南梁的奸细 真是好大的胆子 太风 把他拉下去 碎尸万段 是 慢点 宫里肯定还有其他奸细 必须好好审问 那这样 那这样吧 财风 把他送往秦部 他要是不说 就还上大行 小陈子 你没事吧 幸好我扶他命大 这身子上没什么大 奇怪 南梁这帮家 还真是贼心的死 你放心 小陈子 总有一天 我会帮你打到南梁 把那个狗狂帝抓住来任你出这 嗯 谢谢公主电线 哎呦 哎呀 太陈子 我们是奉公主之命 专门来保护你的 啊 公主也太狗狗似了 还这么多美女保护我 也不怕肉包子打狗 有去蒙怀 哎 小陈子 你在傻笑什么呢 啊没什么 呃那就替我好好谢谢公主 哎你们还乱着干什么 快进快进快进 怎么样小陈子力度还可以不 真是饭 嗯 啊 你干嘛去 我去 我去 我去实施你们跟着我干什么 公主有令 为了你的人身安全 我们必须二十四小时 形影不离的跟着你 你们看着我也尿不出来啊 那不行 如果我们不在期间 你出现什么意外怎么办 这风鸣是考验我钢铁般的意志 嗯 但我希望以后这种考验再多一点 哎 哎 哎你们看 这 这 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 要不洗洗洗洗睡睡睡睡觉 还愣着干什么 走啊 我呀 希望你们缩糟 快走吧 哎 哎 他跟我说 你怎么在我这 楚大人真是好兴致 现在有三个暖床鸭 哎 哎 哎 大公主 楚大人如今是我东周的大能人 今日我冒昧前来 是想请你到我府中一叙 看来是要拉拢我啊 不行 我已经站在七公主这边了 要是让七公主知道 我和大公主搞在一起 那还不得打翻寸函子呀 大公主过奖了 属下刚担任上书一职 还有很多时间 是吗 那我便不打扰了 告辞 公主 那家伙不是抬举 要不要找人收拾一下他 放心 我会让他知道 这公里有能力的太监 不止他一个个 哎 你听说了吗 那八大胡同 来个名西域女子 这边掌现了这 美艳巨人 据说 奇奇怪书画 还一样一样精通呢 不少公主都能为了见到 那些女子千金 对啊 哎 你们说的那女的 姓氏名谁 家住何方 哎 楚大人 哎呀明理明理 我问你们话呢 赶快回答 回答人 此女子人叫迪丽那扎 就在八大胡同的快活楼里 不过我听说 这西名女子不爱钱财 只爱文财 想要和她春孝迷肚 必须得吃文上生果 东周不少才子 不煞鱼而骨 只能望美人心悍呢 听你们这意思 这还是个残暴双全的奇女子 是 那我可得好好去解释解释 哎 大人大人 你怎么能去快活楼那柔檐化之地呢 难道我们宫旅的美女还不够多吗 此言差异 我这是要去为东周的才子们出口恶气 哎 你快去帮我准备一套便中啊 快去快去快去 好 好 好 这不过是快活楼啊 一个个夜人也有过 还都是纯原装呢 这不比那些女网红漂亮多了 撒上你 这些都只能算是开胃小菜 这里的头牌迪丽那扎 那才是真正的国色天色 那我可要好好见识见识 哪个不长眼的狗东西 竟敢和本公子强调 竟然是他 这人爷爷 他就是雷千军的大公子 雷红 这可是快活楼 男人的圣子 是你个死太监该来的地方 混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太监往青楼 一个连鸟都没有的家伙 我来这里是为了过眼影吗 我还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雷千军那个老王八蛋的儿子 小王八蛋呢 你个死太监 信不信我弄死 老王八蛋尚且都不是我的对手 你小王八蛋够格吗 我不跟你在这耍嘴 想要和这个头牌共住良孝 必须得以才华取胜 你刻在跟我比例上 输的一方 立马磕头道歉 公子 是雷红虽然狂妄 但他刚平得了江南七省龙状元 号称出口成章气不成诗 要不然懂得还是算 当时能量使成来反 是谁表不信就起通行 你还有脸提当日之事 当日你所作诗词 这次自于我手 你趁我外出流血不在 趁机偷出战为己有 出自你手 好 那我们今天就比一比 公子 要不然 你就算吧 看看 下人都知道你不行 我看 你还是认输吧 男人不能说自己 我还要看刘公子 又可否认错 不自量力 本公子 自幼保读诗书 何人比试 从无外界 又怎会输给你一个死派 没错 我见过雷公子作诗 那叫一个才华横溢 正普朔金啊 好 今天让你小子好好看 什么教育 虚仙在世 牛郎之女 雀桥莲 泪水盈盈 雨万千 跪月悄悄 云朵藏 心风阵阵 爱 年 年 好好诗 此时真乃 旷世佳作 雷公子 不愧是旷世奇才啊 我劝你 还是赶紧认输吧 省得一会儿 丢人现眼 丢之破诗 还想让我认输 真大 你们的格言 给我好好看看 什么才叫 真正的旷世佳作 你还真是大言不惭呢 既然你如此看不起我们雷公子的诗 那请你做一首啊 我劝你赶紧认输吧 省得等会儿丢人现眼 鲜鱼弄巧 非心传恨 银汉条条暗渡 经风欲露亦相逢 便胜却 人间无数 柔行似水 假期如梦 任故雀桥归路 两情若是长久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 这这真的是塌陷的吗 这可要比雷公子的要好无数倍啊 这么看来雷公子是要输啊 没分事吗 他怎么可能做出这么好的事来 他一定是从哪儿出来的 有本事 你再来几首 好 公子 这可怎么办啊 那我就再送你几首 金家桑桑 白鹿为霜 所谓一人 在水一方 我住长江头 君住长江尾 玉玉思君不见君 供饮长江水 如到美酒夜光碑 玉影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 几人回 好事 不要把这些都记录下来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雀乌山 不是云 此次花丛 揽回故 半元修道 半元君 君不见 黄河之水 天上来 风流到海 不复回 掌声 好 两天大笑出门去 我被启示 彭薅人 十年生死了茫茫 不思凉 自难忘 天下风云出我辈 一路江湖 岁月催 不敢高声雨 恐惊天上人 这世间竟有如此奇人 难道真的存在诗仙转世 我 我的心为什么跳得这么快 雷老 这诗如何 雷老 这诗如何 什么 他怎么可能读出这么好的诗来 我当事诗仙的称号 岂非是浪德 徐民 我劝你还是不要挣扎了 赶紧给我磕头道歉 出城 你跟我爹同朝为官 低头不见抬头见 劝你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我才不要和你日后相见 我为什么要留一遍 告诉你 雷公子 真子一言 死马蛮之 你该不会是要反悔 你 父亲乃当朝大将主 手里掌握二十万虎奔军 就连当今圣上都要对我雷家礼遇像家 你让我给你像 你就不怕我突你满门吗 二十万虎奔军是属于圣上的 怎么会是你们雷家的 哦 他们雷家卷养私兵一途谋反 我立马就去禀告圣上 还是刚刚低头认错吧 老爷现在办大事正在结果眼上 现在可不能出差错 你给我等着 死太监 我怕你是无否销售了 公子真是大草 小女子对于公子的敬仰之情 有如滔滔江水的铭幕绝 小女子敬公子一杯 大晚上 你们就只要放进化 来 公子若是不喜喝酒 小女子可以为公子弹奏乐器 正经人 谁来春楼 只为了听去 不愧是快活楼的头 美艳程度 可谓绝世无数 公子如此无礼 公子还会与小女子进行比试 住雨为楼 风细细 忘记春愁 暗暗 深天地 草色烟光残照里 无言谁会平来 你把疏狂涂一醉 对酒当歌 强热强热无味 一带见宽终不悔 为一宵得人憔悴 一带见宽终不悔 为一宵得人憔悴 请问小姐 我们还有比下去的必要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劲 我以你无言无仇 你为何要杀我 要怪就怪你得罪了雷家宝的人 你是雷千决的人 雷大将军特意布下此局 我虽然很欣赏你的才华 但也只能下辈子再做夫妻了 你杀吧 杀了我你去领赏了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心 摆在我面前 我没有珍惜 迟到失去后我才后悔的东西 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要对你给你害输了 我爱 如果要回去妨碍加上你个器械 我希望是意外的 我错了 我真错了 吓死老子了 好在老子命的 没事 一切都过去了 传销一颗值钱金 我恨他 忍一下 怎么办 楚大人都现在都还没回来 采放啊 你在那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小橙子呢 楚大人他 快说 他又怕拿鬼魂去了 最近黄都可不太平 雷千决那条老狐狸 又放出了很多刺客 他 他去快活楼了 到现在都还没回来 什么 走 去快活楼 嗯 本王昨晚可厉害 公子昨晚英勇异常 这是奴家的落红 望公子好好珍藏 放心吧 我会好好收拾的 你背叛了雷千决那个老东西 以后就跟着我吧 小橙子 本公主救你来了 你可千万不能 小橙子 本公主救你来了 你可千万不能 老早 你这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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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老爷 你这 老爷 那是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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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膜引入此地 用不了多久 就会火遍大江南北大了增加销量 真的有那么厉害 怎么样 小辰子 这就是你带回来的快活楼头牌是吧 好你个小辰子 你在外面玩得这么花 难道本宫就比不上他吗 哎呀 耳朵都快要掉了 你们两个美的呀 各有千招 一个是艳丽爵士 一个清新特殊 本宫才不听你的叫 都要不行吗 三等 一个球 哈哈我也赢了 快点钱 小辰子 咱们咱们都不玩了呀 我这个月的力钱全贡献给你了 我这是给你赢回去的机会 你可得好好珍惜啊 对了小辰子 我听说大公主也找了个太监 要给你一句高下呢 我可是太监中的王医生 想要赢我呀 没那么钱 我劝楚大人说话别太瞒 这是我新招的太监小辰子 聪明才智不在楚大人之下 以后我的事我将由他全权带领 见过七公主 你也叫小辰子 楚大人有如此的成就 不过是运气好吧 以后后宫只会有一个小辰子 不过不是他储臣 而是我 红臣 口气这么大 也不怕闪了你的舌头 事后不是 也是便知 恰好受到边疆急报 西南一带害虫四起 八成龙作物受损 出现大量灾民 现在国库空虚 无法提供支持 你们可有良策 这又何难 这件事情就包在小人身上 小人不需要国库 任何一点支持 就能轻松解决解决 好小辰子 你放心淡淡去做 可别让我丢脸 多谢公主 楚大人 你呢 他都能解决 我自然也能解决 楚大人既然如此自信 咱俩何不 赌商业城啊 有何不敢 赌什么 很简单 就是把灾区一分为二 留我各管一部分 看谁又快又好的 控制住灾情 谁就获胜 如何呀 既然都要赌了 那赌注是 那就是 向上人 投 投 那个家伙也太过分了 一个没入品的小太监 竟然也应该口出狂言 是啊 小辰子 你现在可是公布上书 东周的动良之才 你何必要和他赌命呢 放心吧 这场比赛伟零 并没什么大不了 你还有心情吃 你知道这件事情有多难办吗 那个子 能如此爽快的大爷 肯定就想好了万全之错 没事 鹏山开路地区向上 让我先来看看 灾区附近有什么好吃的 好吃的 灾区附近的粮食 都被害虫给吃光了 方圆三百里 一粒粮都没有 吃什么啊 灾区什么最多的吃了 什么意思啊 灾区不是害虫最多吗 那我们就吃害虫 这害虫稀丑难验 而且有的还有剧毒 这个不能开玩笑啊 小辰子 你是不是疯了 这害虫要是能吃 灾民早就吃了 这又饿死吗 疼 你们听我说完 你们是不懂吃 又不会吃 算了 我也老得跟你解释 你们这样 你们去找一些孩子 我亲自做给你们吃 哎呦 哎呀 你说这尚书大人 是不是疯了 竟想用这等肮脏之物 来烹制菜肴 我听说 有人跟尚书大人打赌 救济灾民 恒情说 他想用这种 肮脏的东西 填饱灾民的肚子 哎呦 这不是扯淡吗 简直就是乱探钱 我家就住在灾区 如果他非逼我亲人 吃这个东西 我肯定跟他拼命 没错 跟他拼命了 你 好吃 吵 楚大人 不好了 外面的下人都在议论说 你用害虫 给金绵绵冲击这件事 你要是这么做 他们就和你拼命 什么 这些狗狗菜 彩凤 通知裕林军 把这些家伙 通通抓起来 是 别急 不思者无罪 到时候呀 他们尝了我做的菜 保证成为我坚定的拥护 小橙子 小橙子 让我看看你 没发烧了 你怎么说胡话呀 是啊 这些东西真的有人吃吗 当然了 我告诉你 没有一只虫子 能飞出我们华夏大地 到时候呀 你能怕是尝了我的味道 会欲罢不能 不行 你们再去拿一下来 我怕这些不够吃 我可不吃这种恶心的东西啊 就是打死我也不吃 这可是你们说的啊 到时候可别想啊 开始下人们说我还不信 没想到 这就是楚大人你想的对策 我看这场比试胜负已定 已经没有比下去的必要了 大公主别急啊 谁说谁赢还不一定呢 有一天之内 筹集180万的粮食 足够赞明食用一月有余 你怎么和我 别说一个月了 我这些东西啊 赞明吃三个月 就是这些 你这是旧赞明呢 很羞辱赞明呢 没错 让我们的父母亲而吃这些东西 你分明是在侮辱我们 我们父母和孩子 饿着就已经很可怜了 你要这样对他 你要羞辱吧 好了 徐国 他放 放菜 大公主 你快瞧瞧呀 可好吃啊 好你个熟臣 大公主可是万斤之群 怎么能吃这种 第一件植物啊 我看你分明是你下班上 一庭无法 没错 我们就是活活饿死 你绝不吃你做的这些东西 行 你们不吃那我吃 那我吃 我看你分明是你下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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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我那幾瓶酒哎 楚大人這真的那麼好吃嗎 啊我給你頭上 哇塞這太好吃了吧 你看看這個你看看這個 啊 啊這好吃的最好吃的東西 嗯小丞臂這實在太好吃了吧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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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公主不能吃啊 你可是萬金這群 怎麼能吃這種酷乳吃啊 這這也太好吃了 這比我之前吃過的山間海維還要好吃 你們都要嚐一嚐啊 哎哎 太香了 哇簡直上浴霸不能 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我給我留一個給我留一個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麼好吃 廚大人 還有嗎是呀廚大人 我們還沒吃夠的嗯小城呢 本公主命令你再做一些過來 剛才是誰說不吃來的 當初讓你們多準備一點 你們不去現在都沒有了 封大人 我们不是不知道吗 是啊是啊 小神子你再做一些过来吗 实在是太好吃了 要我做也可以 只不过这个比是 得分个输赢了吧 这些害虫通过我的处理方法 足够他们吃三个月有余 红尘你可福 那又怎样 有些害虫不能吃的 以前金串也能吃了之后 他是有死亡 那是因为不是所有害虫都是可以使用的 我把常见的害虫分为这几位 只要按照我涂色上来选择 保证不会有任何问题 哇 小神子 我没有想到你还懂这些 真的是太厉害了 啊 你现在服没服 我 洪大人徐州太守向您上购300万的粮食 足够在民使用两个月有余 哈哈哈哈 你听到吗 现在我筹备的粮食 也够在民使用三个月 哼 你休息我 徐州太守一个正四品官员 怎么会给你一个九品太几账 小神子 快从水账来 你说 公主大人 洪大人就用公主您的名义 卖官员 想要升官只要给相应的签罪即可 放肆 竟敢以本公主的名买官卖官 这可是沙头的死罪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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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 您没有去去办的呀 是您让我 放弃大老 你去办理公主 快点了 我也没让你干这种违法乱计之事 来 大人 把他给我拖出去 交后乱闪 你拖着我 这后宫呀 只能有一个小臣子 只能是我蠢颤 不会是你蠢颤 跟什么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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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是天下第一太监 你还真别说 还挺舒服的 哎 你这又是在哪儿学的 天赋一饼 不是自负 嘻 又吹牛 对了 大姐说让你小心一点 是什么意思 还能什么呀 就让我第一位 雷千诀那个东西 我一直都怀疑 雷家有谋逆之心 可是一直没有证据 放心吧 用不了多久 他那狐狸尾巴就会露出来 雷将军深夜来此 所为何事 岂比卑下 金铸将士 已经三个月 没有发军想了 还请病假 调拨一千万白银 解购军费 每年拨发的军想 高达两千八百万 这还不到半年 签到哪儿去了 近来别意 都在不安 许多军费 都用来购买 盔甲和武器 现在内忧外患 国库空虚 军想士 恐怕难以支持 如果我不能及时处理 陈担心到时会引发兵变 你说在威胁镇吗 陈就是说明情况 还请陛下考虑清楚 这个雷千军 原来又放死了 军 让姬公主 彻查账本 一千五百万两白银 不翼而飞 这个雷千军 实在太过分了 母后 远不止这些 根据儿臣的调查 去年的赈灾款 以及江南近几年 所有的付税 全部都存在缺失 这些事情 都和户部尚书雷龙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雷龙身为户部尚书 中保私囊 雷人 把他压下去 严加试问 陛下 此事万万不可 土尚书 你为何替雷龙说话 难道你想包庇他 陛下误解威蝉的意思 据威蝉所知 这雷龙是雷千军的足弟 这兄弟二人 一人手握着财政大权 另一人掌握着 二十万最精锐的胡闻军 如果贸然行动 怕是要引起兵裂 把人何尝不止 可难道 就这么放任不管 曾有一计 可敲山震虎 母后 贪污一案已经查清 涉案人员的名单 就在这里 很好 案名单全部拿下 一定要严加审论 绝不放过任何一条 落空之余 雷尚书 户部在你的管理之下出现如此大的问题 你有何话要讲 陛下 微臣对这些事一概不知 妈的 这娘们今天来真的 我的左宝右臂全被抓了 雷大人 你身为户部尚书 你说这些事你竟然全不知道 哎 那你这关系怎么挡的 你 你什么你 我难道说错了 哼 要么 你就是能力不足 管不好下水 要么 你就是和下水一起同流合污 你 血狗喷人 陛下 这件事 真的和陈胡官 不信 雷大将军可以作证 陛下 老陈可以为雷尚书作证 这件事 他确实不知 雷大将军得高望重 说的话 自然不会有假 既然贪污的事和雷大人无关 那就只能说明一件事 就是雷大人呀 能力不够 不足以担任这户部尚书位置 我能力不足 你的力就足了 我看不错 楚大人独指多谋 就是东周的栋梁 户部尚书的位置 让楚大人担任 最合适 我说什么 你立刻帮外人说话呀 这户部 出了这么大的亏空 正好让这臭小子 去收拾兰坛子 陛下 雷大将军说得不错 微臣财书学浅 都担了一件 楚大人担任户部尚书一职 你少来 现在户部亏空 至少上千万两 你别想让我帮你擦屁股 想不坑想不爷 门都没有 既然二位鼎立推荐 拿着户部尚书 就由楚大人担任 楚辰的家伙 竟敢跟我雷下索盾 这回我让他知道 这什么叫做 换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那族兄神机妙速 那户部亏空 足有两千万 马上又到了发放凤骨的日子 到时候那小子发不出来 就等着被陛下去退吧 这什么漂亮小丑 我一只手就能弄死 对了 那件事情 准备的怎么样了 放心吧 土兄 一切进展顺利 用不了一个月 二十万货本军 全都能装配上最新的装备 那时候只要您登高一呼 整个东周都降落入您的手里 好 去陈之后 我保护你做一次并肩膀 你我共享富贵 多谢土兄 啊不 多谢陛下 干 陛下 我都为你除了那么多货款 怎么还让我帮你除了乱谈 爱情之勇双全 是东周国之栋梁 现在户部当中 实在想不出第二个人 能解决此事的人了 您这不是亲个老师人吗 真亲 事情调查的怎么样了 楚大人确实是楚天龙之子 而且之前有人看到 大克晋升房的临战密谋 我果然猜得没错 非我族类 齐心必毅 他这次没有完成任务 直接解决他 也算是为我东周解决了一个祸患 是陛下 对了 还有一件重要事 但说无妨 有传闻 楚大人似乎是个假太监 什么 楚城是临战的少主 临战又负责静身房 为了保留楚家血脉 临战确实有手下留情的可能 你却将这个事情掉下清楚 一旦出现问题 立马过一烟了 是 雷千决这条老狐狸 还真是狡猾 也不知道母后是怎么想的 还真同意了他的方案 让雷龙那条老狐狸全身而退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思忙别的事情 到时候没完成任务 雷千决那条老狗 绝对不会沙发干净 说不定 还会趁机会要你的命 我这不是在自救吗 来了 把我写的这些东西 都给我准备好 是 小陈子 你又有什么新主意了 待会说你就知道了 大人 因你的吩咐 你要的材料都背下了 只是 这酒精如何提出文 下方不太明白 很简单 你把现有的劣质酒 不断的蒸馏 就能提出来酒精了 小陈子 这酒精是什么 这可是赚钱的大杀气 有了他就等着钱 源源不断的进我们口袋 上演是茅台几千块一瓶 公司市值更是超过两万年 弥补这点亏格简直太容易了 走 我给你们演示一下高度酒的魅力 虽然技术还不够成熟 但出来的酒勉强够用 尝尝 此酒竟如此纯美 下过村后辞的美酒 怎么样 这酒居然如此香醇美味 连宫中的玉酒都比不上 称之为天下第一美酒也不为过呀 那是当然 本官出品 闭属 马上安排人手群里投产 明天我就要见到成品 是 属材就是许斑 小陈子 你也太厉害了 要你练歌 歌只是个传说 这些都是开胃小菜的 真正赚钱的还在后来 开胃小菜都这么厉害 那正品是什么 到时候呀 你就知道了 别打别打 是我祖臣 小陈子 谁让你半生鬼吓我 我该 还把我被吓你了 这是面膜啊 敷在脸上可以美白弄敷改善机制 这么神奇啊 那是当然了 我也接人排人啊 在城里开设了几家店铺 明日正式开设 来抢一抢 看一看啊 新的成人 不要抢 不要抢 小陈子 我还真没有发现啊 这面膜一进退出 就如此受欢迎 简直就是一棵杨树呀 那是当然 根据调查表明 这女人的钱是最好串的 而且只要抓这女人的心理 就赚不完的钱 好在你是一个太监 你要是一个男人呀 不知道有多少女子 都要不在等你的手里 那 小公主 今晚和我共度春香 让你吃什么 是不是真来 得了吧 你一个太监 我可不想一个模仿 哎 你 哎 雷龙这下伙子不来了 大人 老六就是用了他们的命模 暴毙而亡的 丧尽天良 谋害百姓 你再责买东 哎 把他们全部抓回去 严加审问 慢着 慢着 雷龙 你栽赃陷害 血口碰热 你有什么资格抓 我带你是不见棺材 不落泪呀 这人正物正俱在 还敢搅拌 说的 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全部讲来 亲密大人 小人和老六在这里 买了一批命模 老六回去 用完之后就口头白沫 用写人去 然后人就没了 你胡说 这面膜我们都用了 我们怎么没事 老六的尸体就在这里 还能有假吗 柳哥 你年纪齐天就这么走了 这毒面膜真是害人吗 怎么办呀 小辰子 他们分明就是看我们生意太好 故意栽造陷害 就是诬陷你们 我可不会眼睁睁看着你们 补权互补的亏空 你这个死太监 敢和我斗 看我怎么收拾你 来人 把这黑祸首储城给我抓回去 把他关入大牢亲自审问 雷龙 你已经被革职了 你没有资格抓 就是要抓你 怎么了 我上 我看谁敢 那边吵吵闹闹闹在揍什么 好像是楚大人为了弥补 互不亏空 发明一种新的玩意在翻面 是吗 我们去看看 雷龙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对本朝命关动手 逗你又如何 我可是雷家人 别以为你当了个上书 就自以为是个人物 在我雷家人眼里 弄死你就是一根手指的事 雷龙 你太狂妄了 你眼里还有陛下吗 我足兄 守我二十万活奔军 要不是我足兄守着东州的江山 东州他这早就被蓝娘给灭了吧 好大的口气 不如朕把这皇位 让给你们雷家做出发 臣被愤怒冲锁了头脑 一直施压 还望陛下输罪 既然知错 就给朕好好跪着 其他人免礼 谢陛下 你刚才说 此人是闻了这让书 秘制的灭国才死去的 想清楚再说 污蔑朝廷命 可是死在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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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 好啊你 你竟然敢装死啊 欺欺之罪可是要杀头的 陛下输命 陛下输命 不关我的事 都是雷大人 他给我五十两 让我们这么做的呀 这血皮犯人 再敢乱说一句 我杀你全家 够了 全部收监 严加审认 这 主上说 陛下 还不快给我看看 你发明的新东西 陛下 这一部分有新研制的面膜 敷在脸上可以改变肤质 美白肌肤 用一片 至少可以年轻十岁 这东西如此生气 主爱情果然聪慧过人 看来要不了多久 就可以填补国库亏恐了 陛下给我讲了 稍后把这些面膜全部带回宫中 让郑也试试 陛下 这些都是俗品 配不上您尊贵的身份 到时候呀 我研制出各制法 专供您一人使用 主爱情有心了 那就带一半回去吧 得 看来又得劳烦 公布的人家办了 罚财了 罚财了 没想到我储存有一点 也没赚了这么多钱 谁说是你的 这都是国库的 这一天累死累活的 怎么可能连个汤都喝不着了 哎 拿着吧 钥匙拿多了 小心有人说你中饱私盲 就这么点 连塞牙味都不够 我还真没有想到 这面膜和毛子 一天居然能赚十几万两 是过不了多久呀 就能填满 顾不得亏空了 这算什么 到时候商务打工了 能把货卖到全国 甚至全世界 一天几百万 完全没问题 一天几百万 那你不是我们东州的财神盐了 你和纵横商会谈得怎么样了 放心吧 明天他们商会的会长就会来找我 看我怎么拿捏的 嗯 小绳子 你表现得不错 今晚就赏你伺候本宫沐浴更衣吧 遵旨 龙龙 快 谁呀 谁呀 大早上的 让我让人睡觉了 大人 纵横商会会长求见 马上大 大人 之前您说的合作仪式 在下非常的感兴趣 今日来 我要是想谈一下具体的合作事宜 看来销售火爆仪式已经传遍大江南 看我怎么跑步拿捏的 老会长 你们之前合作的规则我有所耳闻 但和我合作 这规则怕是要改喻 大人想怎么改 很简单 你一次性支付我一千万的特许经营费 我把白酒和面膜 以及未来推出肥皂的独家代理权 全部给你 以后获取的利润 我们三七凯 我七 你三 也是在戏弄老夫 如此苛刻的小姐 皆是七人贪神 我们产品的火爆程度 你也是知道的 以后每年赚取上益完全没问题 而且 天下第一商会的会长 已经找我谈过好几次了 待会还要后段 马会长要是不同意的话 那就请回吧 等一下 楚大人的条件 我马某人同意了 小陈子 有了纵红商会的支持 我们的利润足足 翻了十倍 你也太厉害了吧 我厉害这件事 你不是早就吃饭了吗 好意 对了大人 您这是又在设计什么好东西 这是一种新的服饰 叫做短裙黑丝配高杆 只要这东西已经上市 必定引领一轮新的潮流 您快去把这些图纸交给公布 让他们连夜赶制 大人 这些东西真的可以穿吗 这也太暴露了吧 这些可都是好东西 我来的时尚朝人都这么穿 你快去挑几个好看的宫女 让他们穿上我脚脚 快去 大人 不好的大人 出大事了 天下会的会长 因为你把独家收卖权 给了纵红商会 他的府外叫销售见年 他要要要要 要奉上我国 来 让我过去看看 卢大人 你竟然把这么大一笔声音 交给纵红商会 这分明顺于我天下会为敌吗 没有王会长说的那么严重吧 现在给你两条路 要么 跟我天下会合作 要么 就别怪我们动手了 我们天下会的势力 遍布大江南北 西夏 南梁 东吴 都有我们的人 只要我一声令下 其他三国的势力 会立即集结兵吗 到时候 三国攻打你东周 我想 卢大人不想看到这种局面 王会长 你们天下会 还是一如既往的罢了 你们控制的那些人 无非就是经过金钱交易 只要我东周兼臂青也 闭门不战 不出一个月 他们就会全部退去 我们无非就是损失一些钱了 折损的 可是你们天下会的东西 好了 王会长 不要再生气了 我这有更好的东西 就 这时薛冰和鲜鱼往红穿着要好 黄会长 对这套红饰您还满意吗 好 实在是好 这服装之美 简直就是镇朔古今 空前绝后啊 朱大 这衣服叫什么衣服 这身上穿的叫黑丝短裙 脚下踩的叫高跟鞋 女子穿了名艳亮丽 不可芳物 男人一见 一见倾心 好了 此物已出 我保证马上可以畅销天南海北 引领新的时代潮流 既然王会长那么满意 那我再送王会长一句广告词 要想男人回家走 黑丝短裙 不可少 啊哈哈哈哈哈哈 嗯 啊 嗯 嗯 啊 哎 哎 哎 亲这儿啊 啊 哎呀 哎呀不是我花了十万两买通行呢 这条命八十要交代了 不是 这个臭我一定是我 要报 哎对了 那小子在户部干的怎么样了 回答人 那小子的生意可红火了 端端几日就几百万两银子进账啊 什么几百万两啊 啊 现在整个皇城都抢疯了 这简直比抢钱还快 这么赚钱的生意 一定要为我雷家掌握才行 你 派人前入主家 一定要把秘方给我偷出来 光靠奢侈品赚钱肯定不够 还得制作一些凝身饮兵 你次来 要制作肥皂 大人 大人 喝茶 行 放一杯 大人 你这是在研究什么东西呢 我告诉你 这叫肥皂 是以后居家一备的活物 肥皂 没看到我这忙了呢 大人 我看你去看我这家的 下 好看 不好的 不好的 大人 快醒醒 太大事了 昨晚去那梦子 还要送给你 大人 你昨天不是在写肥皂的地方吗 谁知道今天 雷家的商务全都是这种东西 而且卖的非常火爆 据说 可以洗衣去污 效果非常强 还带有一种淡淡的香味 卖的卖 这有什么下去 雷家的人在卖肥皂 嗯 就是这种东西 雷家还真是一种东西 惊人偷走路的肥皂配膨 大人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你马上去联络公布的人 我要给他们来一个无敌抽签 这死太监 还挺有本事啊 这么一个小小的玩意 就让我一天赚十几万两 大人 你抢占市场 确实能用那小子反应过来 来人 大人 一双倍的战格 把市场上的所有肥皂圆 才来给我踩高一空 是 不好吧大人 出大事了 慌慌张张的 像什么样子 以后怎么成大事 哎呀大人 现在市面上出现的路叫做 洗液的东西 它那个洗涤效果呀 比咱那个肥皂呀好不说 而且香味还持久 咱的肥皂 现在没人买了 大人 怎么还有这种事 赶紧 降价销售 不行啊大人 那个洗液的价格 只有咱们肥皂的三分之一 如果按照它那个价格去卖的话 咱肯定亏钱啊大人 哎呀你死太监 这是把我往绝对装壁呀 你说 这笔货砸手里了 目前来看 你只能这样了 怎么会这样 赶紧给我听着收购肥皂原材料 大人 已经来不及了 我已经用双倍的价格 把那些原材料 全给收回来了 什么 这 楚尚书短短几日 就弥补了国库大部分亏口 实在功不可没 陛下 这些都是微庭高做的 可朕 今日却高兴不起来 前方传来消息 近来沿海一带海沟猖獗 多地边防告急 有哪位将军愿意前往 替朕分忧 楚尚书 这不过人 这次里面 非常可 你没前去啊 你自己是大将军 你不去任我去 老臣年老体弱 早就不死哪年之种 楚尚书 年负底强 又是东周的动量 陛下 老夫推荐楚尚书出战 既然雷大将军如此看好 那这次出征的将军 就选楚尚书 母后 楚尚书他从未上阵杀地 他怎么能够去 七公主莫要担忧 楚尚书这种分绝 他肯定不会让陛下失望 雷千军 你这是陛下的意思 难道 你要抗旨吗 陈部阁 主尚书 那阵等你凯旋而归 陈部队 陈部队 你怎么样了 祖兄啊 楚尚书那小子欺人太甚 咱们雷家 真是残重啊 你一定不能饶了那小子 陈部队放心 飞行早有技术 陈下 还能小的从中 我也在军中 暗残了奸启 那小子一切 我伤他 喜损无声 什么 就这点人吗 金门大人 李将军说 各地战士紧急 兵马短缺 就这些人 都已是紧急凋零过来的 谁先学这个狗东西 我只是他仙人 这次海寇 大概有五万人 你初次带币 他们却只派来了这些 临时凑来的老恶病残 三明就让你去送死吗 现在时间还来得及 赶紧招兵的话 应该还能招来个千把人 也不够啊 千把人 被占五万人 这不是开玩笑的吗 不行 你不能去 不去 不去就是靠命不尊 从来 这本事要被炸头的 你 这兵马没有 钱两总应该 更 更 谁大家就说了 谁能补给 那是给边疆战士用 这是这钱两问题吗 杜大人 你还是多见急行事吧 雷千军这个家伙 要钱没钱 要人没人 这分明就是把人网绝了成笔吗 好了 既然我的话也传到了 也没什么事 这现在就依诸楚大人 去钱 钱还堆了 不行 小陈子 你不能去 要不我跟母后说一说 让他再给你钓一些兵马 钱凉 不用 让我见机行 姓雷的 你可别厚 小陈子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思在这画画 马上就要出征了 那些海寇 十分凶子 可不是好玩的 我图上写的课 是 你想到什么好办法了 给我说一下 我告诉你 这海寇虽然人多是壮 但根据我的调查 他们常年生活在水上 衣食住行也全都在船里 但是这些人尽皆知 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啊 想要以少甚多 必须出气之声 我要给他们来一个火烧莲营七百里 小陈子 你不要再做梦了 那可是在海上 怎么烧得着吗 走 我带你去看看我的秘密武器 啊 走 都给我好好练 你看这个 这是什么 这个是煤油 是我上次在煤炭里提取到的好东西 这个东西亦然亦爆 而且遇水不灭 那 把他们放到海后的船上 保证烧得他们空间很 这玩意儿有那么厉害 不行你看 哇 怎么样厉害吧 这火烈也太炸烈了吧 有了这个东西 海库还真是不自畏惧 不过 这怎么放到海库船上吗 这个你就不用朝下了 来来把东西拿上了 这 这又是什么啊 这个呀叫做诸葛连 无需掌握舌机器 普通人只需要扣动扳机 就可以瞄准一个 看 啊 怎么样 到时候呀 在那箭头上抹上煤油 保证烧的那些海扣 哭的也喊你啊 太好了 有了这些东西 说不定我们真的出去之上呢 雷千绝那个老东西 还让我见机器去 还不给我冰吗 正好这段时间赚了一点钱 等我到了助力啊 再招募一只大事 雷千绝那个老家伙要是知道 肯定鼻子都气歪了 不好大人 出大事了 什么事 慌慌张张的 兵器司故意刁难 暂停了咱们的连弩制造 你就是兵器司的负责人 鲁销 没错 就是你停掉我的连弩制造 是又如何 我身为兵器司负责人 这里权力还是有的 好 我身为公部尚属 又是此次出征的大将军 敢这么对我说话 信不信我把你停止查办 我可是雷家的人 你敢动我 就是动雷家 听到了吗 鲁销 那有今日的地位 全是我雷家一手提拔 那你 清楚的 给我听好了 就是个死太监 就凭你 你想跟我斗 那里没有 话既然都说开了 那事情就好办了 只得有一千两 离开雷家 以后为我办事 对不起 我从小接受的教育 不支持我做这种事情 我想你是看错人了 鲁销 工作了一家二十多年 中心耿耿 怎么可能背叛我 事情没有谈冷 往往因是因为价钱不够 就像世界上的妓女 只要价钱给够 总会出台 来人 你看的真准 哈哈哈哈 发财了 不知道对于鲁大人来说 这些价品够不够了 够了够了 多谢庄大人 鲁销 你见钱眼开 你无耻你 鲁销 我再给你加一张 替我教训他一个 鲁销你敢 我可是雷家人 我不去你 你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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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命你 桀骜不驯 好了 在规定的时间内 给我把联络制造 你个死太监 我跟你没完呢 你给我等着好 祖兄啊 那个死太监 他气人太甚 今天该让人打我 他明天 就该让人打你呀 祖弟放心 这个仇 朱星 一定帮你帮 辟大将军 大人 消息已经发出去了 时等他安营扎寨 雷将军便会将他的住房偷 偷偷交给黑客 真好 他已经 敢动了雷家人 我要让他死无葬身尊地 陛下 微臣信不辱命 五万海寇已全部拿下 这不海寇 都是一帮废物 有了老子的不方徒 都还能输 好 起来吧 经此一战 海寇十年之内 再无侵犯之力 除外卿 除外卿 毕了大功 封除外卿为兵部尚书 赏千金 赐万户侯 谢陛下 不可 大将军有何意义 启禀陛下 楚大人以身间公布户部 尚书两职 如今在下政兵不尚书 难免权力过大 微臣觉得 实有不同 没错 一人三尚书 简直闻所未闻 微臣更只听说 大人在前线 目击士兵 军兵自重 有谋反之险 请陛下彻查 雷大将军 我去前线打仗 你一不给前梁 二不给兵吗 只让我见机显示 我无奈之下 只好自己想 更何况 我权力再大 哪大得不尼啊 雷大将军 这天底下的人都知道 你雷大将军的势力 遍布朝野 门声顾力遍布天下 我就连想要打造 一件衬手的兵器 都要你们雷家点 以强词多礼 恶意终烧 请陛下明见 雷大人 当时七公主在旁边 听得清清楚楚 你不会不承认吗 没错 确实如楚大人说的那样 老臣 是说过这句话 可为臣 一心卫国 对陛下的忠心 更是日月可见 雷二千无须多言 你的忠心 朕都看在眼里 保洁 老臣 并非无辜怀于楚大人 前哨来报 秦峰大将雷将军 被处以私刑 为臣怀疑 是楚大人为了控制军队 诛杀一己 雷将军可是我朝大将 出生入死几十年 立下赫赫战功 必须给雷将军一个公道 不错 请陛下 就容这臭太监的人头 地跌雷将军的在天之灵 我还没找你们发难 你们到恶人县告创 我为什么杀雷将军 你们难道心里不清楚吗 臭太监 你什么意思 不过就是雷将军不愿意运狼狈为奸 你才对他偷下杀手的吗 雷将军吃里爬外 暗通海寇 将我的不防徒 偷偷卸了给敌军 而只是他这么干的 就是你 雷大将军 你 是白胡言简直是乌鲁 陛下 你可不能听他的呀 这小子是以后思考 给雷大人泼到水了 陛下 这是雷千军给雷将军的亲笔信 我是不是胡说 你一看便吃 承上来 你 雷千军你放肆 陛下 刚才老陈 意识激动 还放数岁 你销毁证据 还要杀我灭口 公信能伪造 只有书信 如何能进队 犯案讲究人证物证俱灾 就算你有物证 没有人证 想奈何不了老夫 你不是要人证吗 来来 把刘福哥带上来 陛下 陛下 这刘福是雷福的大管家 就是他 亲手把密信给刘将 刘福 这是怎么回事 如实招来 陛下 是不开我的事啊 陛下 是 是离大家 你别让我这么做 我 我也是不一笔无奈啊 混账 休想浮现老夫 陛下 我这 是一片赤塘中心 这刘福 是对老夫心怀不满 栽赵陷害啊 那这信 这何人 这信 就是 我是不参加的 逐地雷龙所 我就知道 雷大将军赤胆中心 怎么会做这种事 既然是雷龙所 来人呐 将雷龙打入大牢 斩立绝 不不 不要 陛下 我们知道错了 是虫子 做鬼啊 不会放过你 陛下 老命啊 陛下 陈还要揭发 胡锦田等人 中宝四囊 积压百姓 信仰四宾 这是陈收集到的令计 好大的胆子 将民丹这些人揪出来 打入死了 我雷千决 终横一生 为我敌手 谁知情 竟然扮到一个小太监手 谁可 我手不报 我事不为人 阿克 将军有何吩咐 我养了你十年 到你校弟的时候 我小丑 你那个太监 死 你干这个鱼吧 小丑子 你也太厉害了 你刚刚都没有看见 雷千决呀 鼻子都气歪了 是啊 这次你扫清了他那么多势力 那些还想依附他的人 估计心里都开始打退堂鼓了吧 嗯 啊 也不看看我事 哎呦 小心点 你还知道疼啊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冲人去 那我也不能看着你和陛下 被雷千决那个老东西欺负 坐视不管吧 你自己拖 哼 你是谁 闯进我家里还做什么 少主 是我 平叔 快起来 大白天的老小我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少主 你现在身居高位 难道你忘了老主人的血汗深仇了吗 当然没有 我这是在为复仇积攒力人 我现在集兵马 钱 权于一身 马上就可以阻尽自己的势力 真的吗 少主 我们马上就能有自己的势力了吗 别说 我现在让你在一个月之内给我找一些可靠的人手 收作心服 这个组织 就叫做东厂 东厂 没错 什么是东厂 东厂管不了的事 我东厂来管 东厂办不了的事 我东厂来办 一句话 先整后造 皇权特许 这 就是东厂 老人一定决定权力 死而后移 平叔 快起来 这里有一百万 用作此次活动的经费 你立马派人去监视雷千诀那个狗人 一个月之内 我要让咱们的组织范围 扩大这几个观众 乃至难料 是 等那小子一死 东厂的兵马和财政大权又将落入咱们雷家之手 到时候整个东厂还不是咱们雷家说了算 那件事准备的怎么样了 父亲放心 二十万虎奔军集结完毕 而且全部装备了最新的武器盔甲 值得父亲您一声令下 立马直扑黄毒 好 等我将股库的钱粮都掏空了 三日之后 骑士 是 刚刚得到消息 大将军雷千诀私自回到阵地玉门关 并且大肆招兵买马 手下将士已达五十万之多 二位 易见如 这雷千诀总算上爱能补助 狐狸尾巴彻底漏出 母后 儿臣建议立刻出兵镇堂 朕正有此意 楚爱卿 我东中无将 此大任怕是非你牧手 陛下 雷千诀手下的虎奔军全都是帝国精锐 如果像上次一样没兵没粮 您这不是让我去送死 这你放心 朕这次派你二十万大军 所有开支均由国库承担 你何敢应战 将在外 军力有所不受 希望陛下能赐我上方宝剑 拥有权益决定一切 准 陛下 这二十万大军 是我东中目前所能动用的所有兵马 如果全权交给楚大人负责 我担心 朕何尝不值 可放眼整个东周 唯有楚臣可与雷千诀抗衡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 如今 朕将全部希望 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 但愿他不会让朕失望 对了 潜入军营 继续派人监视他 若发现 他有一点不成之心 或是半分陷队 直接派人叫他铲除 是 小神子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性子坐在这儿 这雷千诀的虎奔军可不比那些海寇 都是训练有素 却装备精良的精锐 我这不也为这件事准备呢 把我写的这些兵法套路 全部分发下去 不要求他们道北如流 但每个人必须熟悉意见 养子兵法 楚大人 你还会写兵法呢 小神子 我看你是飘了吧 自古以来 内部兵法的作者 不是兵法的极大成者 在我看来啊 他们写的那些兵法 全都是狗屁 跟我的养子兵法 连提鞋都不出 楚大人 这话可不能乱说 很多兵说 都是流传已久 对于战争 都有非常强的指导作用 我劝您 我劝您还是不要再吹牛 我哪次吹牛了 你们看都没有看 好啊 我倒要看看 你们写出什么玩意 兵者 活之大事 生死之地 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 小神子 你这也太厉害了吧 竟然能把兵法书 写得如此玄妙 是啊 这短短术语 却总结出了精华 让人缓人大悟啊 一般一般 我第三 我直接把孙子兵法照搬过来 有了这套神书 那我在战场上 还不得所向披靡 天下无敌 游秀 游秀 站站站站站 来 来来 召集兵器丝的人 按照我的图纪 一比一不算 这是斩马刀 和板甲 对 斩马刀风力无比 大开大喝 一刀下去 连人带马都能辟成人 再配合着我们诸葛连卢 你一敌是应该没有问题 对了 还有这个 这才是真正的杀手剑 这 这就是什么 这个叫AK47 好 太好了 这兵法如此玄妙 真是楚大人所信 没错 确实是楚大人所信 现在楚大人已经将此兵法 发放给了所有军官 人人都可熟练掌握 朕以为看清了他 没想到 他又给朕一个大大的惊喜 还不止如此 楚大人还延迟了很多新型的武器 经过军中测试 得到了广泛的一致好评 林还真是小瞧了他 前方击巴 毕竟 大事不好了 雷大军能吹起反了 就在刚刚 雷千诀发布习文 召告天下 起兵五十万 直奔黄巢而来 报 说 南梁税与四十万从西南方向进入我国境内 多处城市已经告急 这可怎么办啊 这可如何适合 不是 这个雷千诀 不仅造反 还里通外敌 真是罪无可说 楚爱卿 陈在 朕现在 封你为讨逆大将军 统领二十万大军 前去遇敌 立刻出发 微臣领旨 微臣必定消灭敌军 将雷千诀的狗独带回 我们到时候在这两边的峡谷对他们形成夹击 报 提醒大人 我军事务迫如大获全胜 这些军已经投降 陷入压送的影响 好 来带我去看看 雷老狗 没想过你还有今天吧 敢和我作对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老贼 见到楚大人 还不快给我归下 姓楚大 你不会真以为自己赢定了吧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还能翻盘不产 我布了这么久的旗 就是为了赢你上套 给我上 老狗 老狗 你竟然诈响 你简直太卑鄙了 我不诈响 怎么把你引出来 这叫兵不演诈 东周大军 核心是你 只要把你除掉了 他们都取隆无守 成为乌口争动 对 再无半点人心 雷老狗 你为了对付我还真是煞费苦心呀 清楚的 我不得不承认 你小子还是真是人才呀 只可惜你不能被我激励 下辈子投胎的时候 记住别战错队 动手 叔叔 这里我定着 你快撤 雷叔 放心吧 这里有我 雷老狗 你真以为你手下的这些人能解决掉我 这些人 都是百里挑衣的高手 精锐中的精锐 这回你是差势难逃 给我动手 怎么 怎么会这样 雷老狗 我说了你这些人不行 还有什么招数 尽管使出来了 你 你手里到底何物 这叫AK47 被誉为自动步枪之王 你输在他手上也不远 来人 把他给我关押起来 送回黄都 这 启禀陛下 大喜 楚大人 大波雷先军 五十万大军 现已班师回头 正在殿外等候宣照 快 传阵的大功臣进箭 有 启禀陛下 微诚信不辱命 敌军全灭 小陈子 你没有受伤吧 就那些土鸡娃狗 他们伤不到我一根寒毛 谢陛下 朕果然没有看作 楚爱卿 乃我东周动粮之才 来人 把雷千姐给我押进来 他那个混账儿子呢 好了 回陛下 陈子带人抓捕的时候 雷红旺不守抛 也被当成独身 吼你个雷千诀 朕带你不保 你竟吃里爬外 里外冲敌 密谋造反 这要读你九族凌翅处死 小笛 你处心宦官 卸财足了 你已经迟早要受报应 我太干准 来人 我押下去 小笛 你不得好喝 让我报应 楚臣皆知 陈子 楚臣破敌有功 方一字并肩王 十亿三万户 赐并肩王府 臣多谢陛下 参见椅子并肩王 消息还挺明 朋友 这么快就知道了 你们 有没有想本王 当然想王爷了 王爷不在日段期间 吃饭都不想到你 但本王好好相议 小陈子 你怎么一回来就不老实 我现在好歹也是 东周建立以来 第一个异性王 你能不能给我一点 那我可不管 我只知道 你永远是我的小太监 是是是 公主丁家说的对 你看 我真正这么辛苦 屡多劳累 是不是 冲个梁放松一下 裁缝 伺候一字并肩王就行 一个哪够 都来 都来 小陈子 你一个小太监 真的是想尽了新任府 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吧 是啊 我现在火气这么大 你也快来 嗯 啊 疾病疑似并肩王 女帝陛下召见 好 我知道了 王爷快请 我靠 这身材样貌也太哇塞了吧 简直就是绝了 我特不说 还是属女最友人了 真好看吗 嗯 嗯 嗯 哦 没有的事 不知道陛下叫我来 有何事 一字并肩王也不必紧张 郑穿了你发明的黑丝短裙 很是喜欢 陛下喜欢就好 如果陛下满意 我可以再为陛下再定做几套 保证您的爱 如此甚好 过来 给整天天腿 啊 王爷不是想摸吗 何必如此举手 倒不算你的性格 我当花价死 作为也风流 死就死了 王爷真是好手法 怪不得公主老爱往你那儿跑 等一下过去 我的这按摩之术呀 也只是绿顶屏股 不然是屏下这皮肤 从婴儿般那滑 猜一下 着实是配 好了 说正事 书臣 其实你不是太监 陛下 这你可不能乱说呀 你修掠了一种神功 所以缩阳入住 朕说得没错吧 陛下你们知道了 你让我家要挂 死你的便 你待在东周已久 朕又待你不可 南梁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朕愿取全国之旅 出兵伐粮 替你复仇 你看如何 陛下 你以国事之力待我 我必以国事保持 好 只要你替朕做事 忠心不安 等南梁灭国后 朕将南梁赐予你为封地 朕的七位公主 你可以认识 我可以斗权吗 滚 好嘞 小陈子 母后真的要派兵攻打南梁啊 放心吧 等打下了南梁 那就是南梁国的国际 可是南梁实力强大 无论兵力还是财力 都远超于我东周 那最有办法 按照这个图笔 一比一打造 然后再准备好消失 不是黄 木炭 是 大家 小陈子 你又要搞什么东西啊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